今天我们来讲一组大家常常搞混的字 今天的重点笔记会放在我的Telegram频道哦 首先是这个单字 它是不的复书 那如果我们先把s拿掉 变成这样 那它就是念cloth cloth 它这边的母音要特别注意 它是道C or or or怎么发呢 史嘉玲老师的教法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们台语芋头 or 然后连在一起变成or 然后th呢 就是把舌头轻轻咬住 然后吹气 th 所以连在一起就是cloth cloth 那加了s之后就变成复书啦 把s的s加上去变成cloths cloths 但是其实这个字啊 它还有另外一种发音哦 你可以把th还有s都念成震动的版本 所以th就变成z s就变成z cloth clo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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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衣服怎么念呢 要记得这个字的用法是要加s的哦 如果我们先把s拿掉 那它是一个动词 那它是一个动词 意思是给谁谁谁衣服穿 它念的是clothes 有没有发现它的e不发音 而且它的o念成自己的名字 这是magic e 它是属于静默字母silent letters的一种哦 还不知道静默字母是什么的话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哦 所以呢 这边的母音要注意是 o u o 不是o哦 然后th一样是发有震动的版本 z 所以就是clothes 那如果加了s 就变成名词是衣服啦 那就是原本的发音再加上z的音 clothes 这是比较正式的念法 clothes 但是另外一个也很常见的念法 是把th的音z直接拿掉 变成价 那就是clothes clothes 当它念成clothes的时候呢 它的发音就跟我们第三个字 当动词关闭的时候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发音哦 如果它今天是当成形容词用的时候 它z的音就会变成s的音 所以就变成clothes 而且它母音的长度也会比较短哦 现在让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个 布 cloth 复述cloths 或是clothes 给谁谁谁衣服穿 clothes 加上s变成名词衣服 clothes 或是clothes 第三个 这个字当动词关闭的时候念成clothes 如果是形容词靠近 就是clothes 都学会了吗 接下来万圣节快到了 下礼拜我们来看看几个万圣节相关的用语 还有它们的发音 记得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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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